1963年1月20日 印尼总统苏卡诺大喊 粉碎马来西亚Gayang Malaysia 同时也开启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 Confrontasi 没想到吧 马来西亚和印尼这对好邻居 居然也曾经展开过 长达三年的武力对峙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件事情又隐藏了什么地雷 它改变了什么样的马来西亚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回顾 这个充满曲折历时 三年六个月才结束的 激烈战争 马云对抗 在外面上网的时候 总是觉得不放心担心这个行踪 被骇客追踪到 Servia VPN绝对是你的 网络行踪守护的 使用加密手段更改你上网时的 IP address 让你可以不被追踪 不被泄露 让你可以开心的上网 安心的上班 除此之外 Servia VPN也可以帮助你突破区域的限制 让你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自由的游览 总之在Servia VPN面前就没有区域的限制了 只需要一个账号订阅 你就可以在手机 电脑 游戏主机等 无线数量的device上面 同时运行非常的方便 最重要是Servia VPN的金牌客服 非常的厉害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是7天24小时全程为你服务方 你答疑解惑的 如果你在30天内试用之后还不满意的话 哈哈 Servia也可以帮你全额申请退款 哇 非常有自新的VPN啊 而且现在如果输入BBQ Network的优惠码的话 你还可以免费使用5个月哦 5个月来赶快点击一下链接去了解详情吧 赶快来点击哦 Servia VPN你的网络安全顾问 为什么会有对抗 我们就要回到1957年的5月27日 没有错 东姑阿多拉曼在新加坡爱德飞酒店 提出了要成立大马来西亚的计划 意图把沙巴、沙劳越、新加坡 以及文莱跟马来亚半岛结合起来 成立了马来西亚 一开始大家都谈得好好的 邻国印尼也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在1961年的11月份 印尼的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 还表示过雅加达其实没有反对这个计划 可是时隔两年后 来到了1963年的1月20日 这位同样的印尼外交部长 却正式公布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 他们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 一直不过是英国在冷战时期的产物而已 而且还会侵害到印尼的地位 这当然是对外的说法 那印尼真正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来看一下 一个隐藏在印尼当地的一股思潮 那就是他们一直都想要去整合 东南亚地区的一种思想 没有错 如果从1920年开始 印度尼西亚拉雅的思想就被知识分子提出来 宗旨就是要把马来亚半岛北婆罗州以及东印度群岛在内的马来民族国家 做一个统合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如果你很难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成是祖国要统一的概念 瞬间可以理解了是不是? 来到了1958年也就是大马来西亚计划提出的第二年 印尼的副首席部长亚敏首次提出了The Greater Indonesian的计划 亚敏他就说出了印尼人隐藏的一个想法 那就是印尼其实才是Nusantara合法的继承者 Nusantara是什么呢? 就是古时候在整个东南亚称霸的一个王朝 其中呢他们的领土就涵盖到了马来亚半岛 苏门达拉岛 婆罗州 爪哇岛 苏拉威西群岛 马鲁克群岛 和西伊里安领土 那印尼既然是合法的继承人 当然也有资格去继承这些领土 而在50年代末呢 亚敏的这个论点就强烈的影响了后来的印尼总统苏卡诺 因此呢印尼总统苏卡诺本身对于建立大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Raya 是抱持着非常大的野心的 他认为啊凭借着印尼在当地 也就是东南亚地区拥有最大的武装力量 他是可以达成的 而且呢要记得在整个东南亚当时候其实只有印尼 是自己通过自己的革命赢得独立的政权 是打败过殖民者的 和其他的这些国家 要殖民者自己离开 然后在这边加加签独立协议 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自己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有力量 其他不过在国家家具而已 从事实层面来看呢 其实有这种野心也不是错 因为当时候印尼啊 在整个地区 他们的领袖都是拥有非常高的道德高地的 因为他们是真的成功所回过自己失落领土 也是反殖民过程当中的英雄 所以呢 苏卡诺呢 他就大声的说 他今天要对抗马来西亚的成立 不是为了要让印尼的领土继续的扩张 而是为了要将婆罗州联邦 自于马来西亚形成之前的原始位置 就是原本就是我们的 另外呢 在大家都非常混乱 就是二战之后 然后很多的殖民都开始要离开那个年代呢 其实啊 多数的国家政权都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那站在印尼的角度 他当然会担心讲说 哇 你们到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权 或者是影响自己政权的事情呢 所以啊 印尼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而马来西亚的成立就是他们担心的重重之重 因为确实英国他们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真的要恢复对北婆罗州的战略位置 以及权力和控制 结果真实的历史 当时候印尼就发生了所谓的苏门达拉叛乱 那印尼呢 他就声称了自己在当地的这些叛乱组织身上 找到了马来西亚政府 向他们提供的秘密的一些物资以及技术的支持 并且呢 他们还认为啊 马来西亚正在努力的要去吸引这个岛屿 苏门达拉岛去加入到大马来西亚的计划里面 甚至也会影响跟动摇到亚加达的政权 另外呢 印尼也一直对婆罗州也就是沙巴非常有兴趣 在196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面 印尼的代表就讲说啊 其实北婆罗州啊跟沙拉岳的人民在族群 还有地理位置上是更加跟印尼贴近的 他们跟印尼也更加啊 有这个感情上的bonding 所以呢 他认为啊 婆罗州的英属殖民居民 其实是更想要跟我们印尼同胞 团结在一起 所以当时候还记得吗 文莱其实是宣布他们不加入马来西亚的 文莱的这个决定啊 其实就成为了印尼更加有利去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 他讲说哎你看 文莱都不要加入你们马来西亚代表什么 代表啊 整个婆罗州就是东马那个区域的人民啊 其实都很类似的 他们就是对你们没有感情 比较喜欢我们 除了这外部的原因 我们当然也要考量印尼本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斗争 印尼的中央政府啊 其实有三股力量去组成的 分别就是总统苏卡诺 还有印尼共产党ICP以及军队的势力 这三股势力要相互制衡一起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 而当时候啊 要对抗马来西亚不仅是符合了苏卡诺的野心 跟他的强人形象 更加符合了印尼共产党和军队的利益 各位要记得 当时候啊 英国和东郭阿努拉曼都想要把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的反共基地 希望能够通过结合新加坡跟沙巴沙路越 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酵 那印尼共产党听到这里 当然就不开心 那肯定是要抵抗的 于是他们在1961年的12月份决议当中就谴责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们有这个理由去参与对抗 但是军队呢 军队有什么理由呢 第一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苏门达纳叛乱里面 其实就是由军队的指挥官发现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有提供这些叛军一些技术资源跟庇护 所以军队就认为啊 他们想要一个比较能够控制的马来西亚 这是战略的需要 第二 如果有对抗的话呢 军队的需要性其实也会往上提高 因为印尼啊 在辛西吉内亚战役结束之后啊 军队就面临了所谓的重新组织 就是裁员以及现代化的困境 很多当时候的志愿者跟常规军人 其实都需要接受到回归平民的生活 那对于军队来讲 有对抗要跟马来西亚打 那当然政府就会更需要军队 他们的势力才可以继续的壮大 以此来牵制政府和共产党 除此之外呢 学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啊 对抗马来西亚 其实是为了转移当地对于美国的诱惑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但是简单来讲 在共产的苏联跟美国的角力之下 印尼就变成拉扯的对象 美国当时候其实是有答应要支持 印尼大规模的经济的发展计划的 但是呢 美国同时也规定了许多的配套政策 比方讲说 你们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 你们要有鲜明的反共立场 你们要自由的经济等等 那这些条件呢 不管是总统苏康诺 还是共产党ICP 或者是印尼当地的军团 都非常的不喜欢 可是人民喜欢哦 喜欢美国给钱来 那怎么办呢 于是印尼当局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论述 来转移当地人民对于经济上的一个注意力 那大马来西亚的计划就成为一个绝佳的机会 那无论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自我制造的危机 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 结束完背景之后呢 整个马来西亚对抗就真实的开始了 在1963年的4月12日 30名印尼的军队就从加里曼丹登陆 沙拉越的打毕鲁 突击当地的警局杀死了当时候正在值班的一名警察 伤害了两名警员 并且卷走了大批武器 这是马硬对抗的第一枪 但也算是给英国政府的一个小小警告 真正白热化的阶段是在同年的9月份 因为马来西亚在9月16日成立 在1963年的9月20日呢 苏卡诺就下令要全面接管英国 新加坡和马来亚人在印尼的所有企业 甚至还要接管在大马定居的印尼商人 在印尼本土的生意 可谓是非常的专横 当时候的财政部长 我们的陈修信也坦言讲说 因为印尼的经济制裁 大马需要提升税收才可以增加国家收入 但是很快印尼也发现 经济的对抗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因为虽然大马是受到了很多损失 但是印尼本身也受到了影响 由于新加坡和槟城 是印尼农产品出入境和转战 卖到国际上的重要港口 因此呢 你的海岸线封锁 其实也会导致印尼的农产品更难被卖出去 再来就是由本土大马供应 给这个印尼边境居民的粮食 其实也开始走向不足 于是呢 冲突啊就只能够继续升级 变成了军事对抗 在1963年的12月29日 马来西亚就和印尼的国民军 在沙巴的卡拉巴干交火 据报导 当时的武则印尼国民军 突袭了当地的军事检查站 以及军营和警察局 造成了8名士兵的死亡 18人受伤 但是成功被马来西亚收下来 1964年8月17日 印尼的游击队不只是从陆地上来 而且还从海上飘洋过海 来到了柔佛的本征 但是他们的军队却被当地埋伏在附近的保安部队给活抓了 为什么军队会被保安队抓 在1964年的9月2日半夜2点的时候 印尼也派出了散兵和自愿兵 空降到柔佛的拉比斯 但是呢 后来还是被当地的军队给俘虏了 而在当天的傍晚6点30分 柔佛的总警长也宣布将会在9月2号跟3号在拉比斯实施消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些志愿兵也不全是印尼人 也有一些是来自马来西亚 但是却逃到印尼的左翼分子 那么他们就在印尼跟武装部队一起受训 想要通过武装革命来推翻马来西亚的政府 比方讲其中就来自社党 誓言要反抗新殖民主义的陈华南 在1965年的3月10号呢 当时还未脱离大马的新加坡 其实也是遭到了恐怖袭击 有两名来自印尼的海军 因为反对大马和新加坡的河壁 他们偷渡到新加坡乌杰路麦唐大厦的夹城之间 放置了即时炸弹 轰炸了楼城 其中酿成了三人死亡 33人受伤 这两名恐怖分子后来也被判处了死刑 然而对于印尼来说呢 这两名海军却是他们的英雄 当他们的遗体送回到印尼的时候 当时就有1万名民众夹到欢迎他们的回来 那对于这些对抗呢 大马就向国际层面国安理事会去投诉 虽然效果不佳 但却逼着苏卡诺 也就是印尼的总统 当时候退出了联合国 那最后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呢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 大马也在这个期间 不断到不同的国家去展开和谈跟会议 其中在1963年5月 时任的东姑阿多拉曼 就和印尼的总统苏卡诺 以及菲律宾的总统举行了会谈 在东京的时候 他们也终于首次的为这件事情聊起了 为什么到底要成立大马来西亚的原因 最后在1963年7月31日 他们签署了玛丽娜协定达成的共识 什么共识呢 就是他们要让联合国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当地沙巴跟沙拉越人民 是否想要组成大马来西亚的议员 而这份调查最后显示 当时候希望加入马来西亚的人 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 这也就让印尼没有了进攻的理由 但是最最最主要印尼停止进攻的原因 是在1965年9月30日 印尼发生了政治变动 也就是所谓的930事件 这样政变呢 其实是由清共产主义的汪东忠孝 为首的军队杀害了其他6名将军 因为他希望能够通过一场革命跟政变 让印尼加入共产党 但是为了要镇压这股势力和推翻苏卡诺 当时亲西方的印尼少将苏哈托 就带领了印尼军队展开了反共运动 挥施反击展开了对当地共产党的大屠杀 许多的印尼华人当时也因为被指认为共产党 而因此遭到了抢劫或者是谋杀 最终这场大屠杀造成了50万人上升 数十万人被捕 苏卡诺的权力因此也被架空 他被迫签署了311命令 这就是让苏卡诺命令苏哈托采取一切 所需要的行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 而因此苏卡诺也正式被迫下台 等一切叛乱结束之后 在1966年5月28日这一天 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顿拉萨和印尼外交部长阿拉玛雷 在泰国曼谷签署的所谓的曼谷协议 意思就是他们要恢复马印之间的外交关系 结束这一场对抗 而在苏哈托掌权之后 他没有了对抗的利益 反而寻求稳定的需要 于是他在1996年8月4日宣布印尼对马来西亚 这一场历经3年6个月的对抗行动正式落幕 根据统计这场马印对抗当中 大马共有181人受伤114人死亡 印尼则是有222人受伤 而死亡人数为590人 作为交换 大马也将一些被俘虏的印尼人送回到印尼去 马印对抗带来的骚乱 其实对1960年的大选充满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要知道 在国家成立之初 国策还未定行之前 前期的每场选举 其实都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 命运 但是当时候的反对党 也就是设政和伊斯兰党 其实都反对大马的组成 而这项反对呢 却也被我们的联盟政府 也就是乌头马华以及国大党 组成的这个大联盟呢 判上了叛国者的罪名 而其中伊斯兰党秦英尼的态度 也被当时候的联盟政府大作文章 为了给反对党施压 东姑阿德拉曼还发布了告选民书 并且强调支持联盟 以及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平 幸福与繁荣是我们的指责 再来呢 联盟则是指着义的伊斯兰党领袖 伊莎比摩哈曼和印尼的共产党 有来往更加加深了人民对反对党 叛国的形象 而根据英国的情报表示 印尼其实有利用各种的区道 例如海报啊报纸啊或者是电台等等 来散播谣言 我们威胁讲说如果马来西亚当局 继续的打压反对党的话 那么新加坡各地将会爆发更多的爆炸 这也让民众更加把反对党跟印尼牵扯上的关系 当然这些谣言到最后是水散播的 我们就不得而止 并且呢身为反对大马来西亚计划的牛头党 当时我也非常有趣 他们就被马华的青年团谴责讲说 你看你的这个党徽上面的牛啊 其实并非马来亚牛 而是和印尼的国徽一样是印尼的牛 所以就想说你投设政一票 就等同于投印尼国会一票 我就不知道马来亚牛跟印尼的牛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一招似乎却奏效了 全体成绩描 这些联盟在104个国会议席当中 横扫89席 比1959年的大选多了15席 反对党可谓说是真的被马英对抗给害惨了 而同时大家看到印尼当时的这些武装对抗 也对所谓的左翼反对党保持更大的界隙 而大选的成绩也证明了人民与大马成立 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从现代的角度来讲的 联盟当时巧妙了运用种种的心理资讯 来打赢这场选战 可谓是非常的厉害 让大马的历史就此被绑定在了和 资政党走向强盛时期的六十年头 然后现在印尼跟大马都有彼此的国家大使馆了 那印尼的总统左柯威也跟安华走得蛮好的 也一起见面 时不时也会一起讨论对于东南亚的发展跟计划 那我们今天重提马英对抗 是想要跟大家体现和平的不容易 也希望两个国家之间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 才能够避免一切悲剧的发生 愿马来西亚跟印尼两国之间的友情 坚不可摧 好了 那就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离开前一定要按赞 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了解历史 记得也一定要订阅我们 因为我们未来会做更多关于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